在重庆沙坪坝区的一个小区中庭内 每晚许多居民来这里散步 当有人走进昏暗的小路时 远处就会有一位80岁的老人 用手电照亮他们脚下的路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沙坪坝区一小区里 见到了这位被称为路灯爷爷的老人 记者看到老人照亮的路段位于小区中庭的一侧 大约30米的小路 小路高低不平 走几步就有台阶 虽然这条路上也有两三盏路灯 但台阶位于背光处 光线比较昏暗 老人就坐在靠椅上 手里拿着一部老年人用的手机 手机里的电筒打开着给路人照亮 老人告诉记者他叫马文林 今年80岁 一年多前他来到这个小区 散步时发现这个路段夜里经常有小孩在这里摔跤 随后就萌生了帮人照亮的想法 于是每天吃过晚饭 老人外出散步 先绕着小区走半圈 然后就来到这个位置坐着休息 同时给路人照亮 夜里9点后散步的居民渐渐少了 他才起身回家 小路上来往的居民不断 最多的就是带着孩子散步的居民 只要有人经过这条路 老人就会立即把手机拿起来照亮 一名女士带着小女孩走过 小女孩主动向老人表示感谢 老人也向他挥一挥手 老人日复一日的举动 让许多居民感受到了邻里的关心 也让不少孩子理解到了互帮互助的邻里情 他说可以吧 老人外出散步的好多人都说他嘛 都说他的老人他作为他一个老人 他连一天都在这儿来收到 他也当断的 他也说出来上空气上 这种行为当时 只得大家我们的小区都学习上 平时他就是晚上每到六点差不多 或者七点 他就会坐在这里 拿着手间从未这些 因为很黑嘛 然后呢就为这些人照亮路 有一天都摔跤过的 但是自从这个老爷爷来了 我都没摔跤过了 老人说他是自发做这件事的 做这些并不是要得到谁的感谢 只是觉得能做点好事就做点 最近的路灯比以前亮了许多 也许等这条路都亮起来的时候 他便可以不用再来用手电照亮道路了